吃到最后这一部分才是精黄 打开一条腸粉 吸饱一点汁 有少少辣少少酸 还有一件这么美的牛腩 正呀 钢馆前面卖手袋的 很多的 如果是董行的 我不同的 和深圳广州 很多旧的东西都集中在附近 比如好像我现在这样 附近有龙津路 又有北京路 附近走走走 附近就是很多这些 又是文国风的建筑物 但没有骑楼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 广州建的那些建筑物 是没有骑楼的 因为我猜的就是 当时他们不想有那么多 各位观众大家早晨 我现在所在位置中山五路 早上8点半都未够的 和以往一样 我是一个人拍摄 还是还未吃早餐 今集影片 我会因应之前几位观众的要求 过来这边拍摄他们曾经住过 或者生活过的地方 我现在先去吃点东西 在这里进去 这里就是曾经之前 有一集跟大家说过 叫做以前华北饭店的地方 当然即使是几熟也好 因为已经面目全非了 所以是不是具体这个位置 我也不记得 就是前边便利店那里呢 今天我们就会在这里走进去吃早餐 其实在外边 起意楼走过去都可以 不过我们今天走到这里 在这里进去 进去应该叫做贵香街 在大概施好行 又或者南朝街 应该叫做附近吃的一个早餐 话算是这样的 有很多观众如果回到广州游玩 又想品尝一下在公园前 又或者北京路附近 有什么地道早餐吃 又不想去喝茶 是肯定有很多的 我亦都可以给到很多推荐大家 包括说之前跟大家去过的 业绩吃猪肠粉 又或者在北京路 大南路应该说 那里吃的种 第三个推荐就是这里 这间餐厅是由小吃到大 我们会在这里进去的 这里叫贵香街 在这里穿出去 其实就是起意楼了 至于为什么我不行起意楼 熟悉广州的观众应该都会知道 可面則面 至于这里 在这里一直往前走 就是我们要吃早餐的地方 不远的 不远的 要贵香街继续往前走 就叫做C好行 在前边往右转 走出去 就是解放路的了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 就会通往解放路的方向 去帮一位观众 找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我都答应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今天就要完成它 前边吃早餐 话说以前还有帮洗衣店做工的时候 因为 我们有一项业务就是冲击人成功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现金 每晚都要由 银行的职员过来收钱 但因为他们在好远的地方过来 所以有很多时候 都是没办法 很准时来 我们都会吃早餐才过来 通常我们是轮班去做的 部门有六七个人轮住 一个星期一次 我们通常吃东西都会来这里 就是这里了 前边老板娘还在拿东西出来 好像还满座 这里 这是我的牛腩朱肠粉 跟以前吃过的时候比 当然 价格不少 现在是17元一份 我记得 女儿未出生时就已经开始吃了 那时当然便宜了 好像6元我吃过了 现在当然是不可能有这个价钱的 早上吃朱肠粉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够新鲜了 牛腩他们也处理得非常之好 朱肠粉看新不新鲜 够不处得开就知道了 另外他们的酱料 即辣酱 是自己去处理 有葱 一定要加多些葱 这样便好吃了 有很辣的辣酱 还有蒜蓉辣酱也有 一定要两种混在一起 要这样夹起身 因为是小店 如果有繁忙时间 当然要坐桌子 很正常的 它的酱汁是有一种 如果说高级一点就叫煙烹味 那种焦焦的感觉 当然不是煮焦了 这种味道 我都吃过广州不少的朱肠粉 或者牛腩粉 是这里才独有 今天是难夹的 不夹的 都是附近老街坊最外 又或者附近上班 打工仔 以前没加工的时候 客人更多 不过很多人 都可能会打包带走 去到夏天的时候 再加上一瓶 亚洲汽水 那就完美了 嗯 嗯 嗯 我试一下牛腩 它的牛腩是这种的 嗯 都不会煮得太硬 嗯 嗯 嗯 粉也是新鲜的 因为通常猪肠粉 都是早上送货的 它不算太厚的 除了猪肠粉以外 还有供应陈村粉 不过我不太喜欢吃陈村粉 这种东西 因为很大条 绝就没有了 不能像这种慢慢炭 还有可粉和面 相比之下 要么我就会吃可粉 要么就会吃猪肠粉 它酱汁是有打芡的 那 不会很糯 又或者用些芡汁来烂不充酥 令到味道少一点 不会的 所以买这个价钱 我觉得是合理的 不能够用15年前的价钱 和现在对比 什么都涨了 有几样东西没有涨 汽水 指甘 以前在附近工作 他们的店铺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另一个位置 近华侨中学对面 我以前工作就在华侨中学对面 我以前读初中的就是在华侨中学 所以有时候 因为国企其实没有管理那么严 而且国企因为早上班 回到公司做好自己的东西 可以松一松 松一松肚饿 尤其是那个年代 年轻 当然吃得多 我都会去他们朝街美食那里 吃一点点东西 尤其是意图 我加的蒜蓉辣椒酱 也少一点 辣椒酱也少一点 辣椒酱也多了 他们的辣椒酱 每次辣椒也挺辣的 夏天的时候 强烈建议大家 要一瓶亚洲汽水 亚洲汽水 这个粉很完美 可粉 可粉 可粉也可以 我慢慢吃 吃完之后 再带大家附近走 还有可能去到西门口附近的时候 再会有另一个美食推荐 到时再说 不知道会否走到 慢慢吃 吃到最后这个部分 才是蒸锅 打开一条腸粉 吸饱一点汁 有少少辣少少酸 还有一件这么漂亮的牛腩 很棒 我又吃饱饱了 非常满足 现在我就去满足观众的愿望 应该是叫做 我忘记了 看清楚 云台里 在解放路另外那边 现在走过去 这里应该叫做 思好行 这里应该叫做 延藏街 延藏街 前边就是思好行 外边就是广州喜二路 在前边往右转 可以过得到 但是 解放路是一条很阔的主角道理 所以需要过人行天桥 内街又不算很阔 又不算很窄 又不算很窄 可以驾得到单车 但是开不了车 那种 在前边转右就行了 而且这里就是广州其中一间 很历史悠久的南美楼 而且曾经发生过火灾 应该有很多很多年 应该女儿出生那年 即十多年之前 发生过一个小火灾 现在全部围围住 怕日久失收 跌一点 扎到头 扎死 死 这麽漂亮的地段 可能楼层太高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落成得到 便非常好 这麽漂亮的地段 在北京没有 至于先头我吃饭的地方 潮街未吃 我没有记错 餐厅以前为止 就是这个店铺位 应该是这个 我不知道有否记错 应该没有记错 里面有很多这些 孔仔 月秀区的旧街道风格 这里仍然是延壮街 有些屋已经变了危房 这里进去 仍然有居民楼 石米外墙 同时这里是一间小学 应该还有教学吧 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以前的 回民小学 好像是 因为附近有很多 回民小学 已经没有教学了 没有了 可能太小了 又或者需要翻新过 不奇怪 镜头的左手边 就是 以前应该叫26中学 不是 记错 又好像叫28 其实是广东华侨中学 对面的学校 即使广东华侨中学 叫14 14中 很多人都会这样叫 然后对面也有一间学校 但后来 可能附近学校太多 什么原因 不知道 没有再用 合并和华侨中学 曾经一段时间 我们公司就是这个位置 是 后来 因为我们管理我们的部门 都是广州市教育局 他们就将它合并在一起 收回一些大地 我们公司便搬走了 便搬到来 这边就变成广东华侨中学的新校石 很漂亮 很豪华 初中就是经常在街上榴莲 在这边还会有很多 买东西吃的地方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就已经是 经过这座大厦 应该叫中溪大厦 如果我没记错 就是会去到 日良天桥的位置 在那边 側側地有条路走过去 原来这里也有在喝茶 这个是之前 一直都想和老婆来 然后上次经过 就说 发现原来 餐厅变了 吃粤西菜的地方 原来都是喝茶的 下次带老婆来试一下 喝茶 但她没有写几个节 应该都不会贵 至于对面就是鹤公街 要在这里过人行天桥 面前就是解放路 解放路是连通 又有巴士 这个应该是去香港吧 在这里一路过去 其实就是海珠广场的方向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 星环广场 这里还可以看到 万名 就是卖玩具的地方 如果我没记错 要在这里进去 如果解放路 一路往北走 就可以去到月秀公园 又看到五号车 五号车就去月秀公园 好像现在不知道 去不去卖三元尾 不太记得 如果来到广州游玩 想像我那样在街上 市场走 看看街景 因为有很多 好像我面前的主干道 它没有地下通道过去 是行人行天桥 如果行人行天桥 广州不同 香港广州大多数人行天桥 都是有瓦遮头遮 有棚的 去到夏天的时候 行这些广州比较旧的人行天桥 是挺辛苦的 大家就要注意了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 广州人行天桥 是会加盆上去 肯定是舒服过以前的 比如说 刚刚做好的就是 工业大道 那里应该叫北 工业大道 或者沙远对出人行天桥 上面就加了一个棚 到夏天的时候 就不会太严了 我们终于已至今 来了云台里 而旁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就是陶洛 然後這裏 這裏是一個很好的美食推薦 不過人家是不做早事 甜甜屋 一個小型的餐廳 很好吃 旁邊他都拿了這個舖位 這裏是很多這些橫街宅行 每條行的名字都不同 因為觀眾只說想行雲台里 這些小行我當然不盡去了 附近都是很多居民住宅 不像之前我們去到十三行 變成很多批發的地方 附近都有批發的市場 比如說鞋 又或者是電子產品 電子零配件 但是相比之下 因為他們佔用的地方不會太大 所以很少會在這裏租用的地方 很多都是好像面前這些橫街宅行 比如說前面雲台新街 亦都有一些類似面前 可能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 落成的住宅樓 這些是五層六層七層 我看不到 應該九層樓高 應該都有 有陽台 肯定是比我們左手邊這些屋 是要新的了 這些有些是重新翻新過 住得舒服一點當然好 我記得雲台里的名字是比較大 但其實不是很長的一條行 這裡還有一個辦政中心 和街道 還有雲台里很多 好像面前這些 應該叫甚麼 行仔裏有個很大的門尾 適合這個幼兒園 千萬不要見新鞦蛇 很悔人 其實是很有名 雲台里幼兒園 在這裏已經是等級 我不能再renched 我們從這裡走回 先人就是 雲台里好像因為不是很長大 因為我憑印象這樣 雖我在附近長大 但我很少过来云台里 都会有同学 初中小学那些在这里住的 因为呢 刚好又有观众说想去淘街 看看淘街或者将军东 又是卖那些 古旧的事物 即是那些老唱片 唱碟机 音箱那些的 我们在这里 简单走过之后 就会过去淘街 不知哪一条 扛仔过去 这里应该都不行 本来就看过一眼垃圾 它是大的社区 但是可以被人走到的地方 好事不多有 或者附近 因为重新整个老 各种原因吧 我没有在前面出回解放路 过去将军东和淘街 其实淘街没有以往 那么多东西卖的 名字就大 但是其实将军东才都要买 在附近就有很多面前 这些电子零配件的店 有些是做白批发的 那些我说不出究竟是用在什么地方 那些零配件 但是如果要维修一些电器 冷气机 有些小零件 如果在这里是可以找得到的 七号电池 一元三角 非常之记得 以前不是要看有线电视的 有线电视的遥控器 它是专属的 还有省台和市台都不同 那怎么办呢 它们就会在这里可以找得到的 而且价钱会很便宜 因为那个东西按太久 是会坏的 但是来这里买 就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得回 而且还原装的 至于对面走过去 就是很近公园前地铁站 在前面斜对面走过去 看到吗 那个地方就是公园前地铁站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个位置 以前是广州市第34中学 应该是34 我们读华调中学 隔壁的初中就是这间 现在它已经变了 好像又是满足小学 还是回民小学那种 那间学校已经没有了 我也有一个朋友 是在这里读初中的 没有了 他的校已经 对面就看到很多电器城 就是我先由所说的那种 卖电子零配件的店铺 我会继续往这个方向 向前走过去 转左 过去将军东 现在已经到9点 简单过去将军东看看 有观众要求 再过去 指寒路看看 是否会有遥控卖呢 又会有这些水管的零配件 如果家庭坏了 是可以在这里找齐所有的维修 就是位于一条不太长的小巷里面 这里就是陶街 我会在前面 往右转 穿出去 我听见那个叔叔 还问老板娘 老板娘说 这些是抛大理石都行的 很厉害的 始终有一段时间 大概2000年之后 广州的经济不时太好 很多人下缸 即是失业 失去了很多年的工作 但其实他们是有手艺的 他们可以出来 帮人做一些散工 炒散 因为他们都是老师傅 你可能帮人做装修 维修家电 都找到小餐 他们可能会来逃街的地方 买一些工具 自己帮余时间去做一下 赚一下帮补一下 最兴盛的时候 应该就是那个年代 陶街 其实那个年代 大概2000年左右 是有很多新事物出现 在广州 例如很多人喜欢去白鸣山 都是因为那个年代出现 那些叫做 大家可以消磨日子 慢慢剔掉 有些可能想帮补一下家 赚一点外快 在这里开店 在这里慢慢走出去 因为可能真的来得比较早 九点钟 所以很多店铺都没有方便 这边是淘街 对面是将军东 其实买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 而这边是会听歌的那些少一点 我只能这么说 不是很多店铺有 但以工具为主 这些什么膠水 刀 还有WiFi 后面阿Nam在唱歌 有音乐 快点走 很多人会喜欢唱卡拉OK 在广场唱歌 就来这边买 这边有卖鞋 五金家电 银 银 一应居住 老花眼镜 这边卖外贸鞋 这边有光管 前面卖手袋 很多 如果是董行 我不懂的 在这里我收到很多好东西 正前方看的 买唱碟 黑膠碟 我看到邓丽君小姐的唱碟 如果音响发烧油 这边又有选择多少线 或者手续电话 零配件 那些做 鞋 支架 电池 电筒 包括上面这些 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做什么 如果你在这些走鬼档 或者卖一下夜市 赚钱 卖盏灯 这些灯就有得开工 又或者插座 这边继续是卖水管 我会过去将军东那边看看 我一路走一路走 会往止航路的方向 这些花灑 多漂亮 这边就是大名鼎鼎的陶街 很多店铺还未开门 就像这些音响总会 还未开门 没办法 最初他们真的 想着可以很低消费地用到这些产品 享受 但是久而久之 变成了一种爱好 因为艰难的 只过去了 其实这样砌砌砌 是很好玩的 只不过我不懂 我们这一辈的人 喜欢砌电脑 砌机 砌砌砌 很过瘾 回到这里 已经是中山陆路 在这里还会见到很多 在前边望左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海珠中路 海珠北 差不多差不多 还有会有很多衣卖 这些特价衣 又或者是风扇 茶叶 如果要去将军东 有两个办法 一是在前边往左转 一是在这里往右转 因为这里应该是地铁物业 如果没有搞错 荒废了很久 但现在终于动工 那用回都是好事 好奇 我们在哪里转 在前边转 在前边转 考虑我决定都是在这里 这里应该叫做陆庸路 是的 在前边往右转 就可以去得到 将军东 不过因为 现在在这里 在弄一个地盘 所以会很吵 好朋友的观众 回到这里 想看这些鲜楼 我们看到那些 古旧的事物的话 这样走 途街会好一点 感觉上 但如果你喜欢听一些小曲的音乐 这边好像多些 前面是瑞南路 在这里往右转 就是将军东 这里就是地盘所在地 近期如果回来 知道地盘在哪里 应该都找得到 即使在地铁站过来 都不是很远 镜头正前方 一路过来 就是公园前地铁站 实在不懂 问一下地铁的职员 也可以 在这里也会有很多 好像面前的工具 买的 我当然不懂 很多都有 包括现在有很多 装修工师傅 装修工人 他们手上有工具 是坏了的 都可能会在这里买 便宜的 面前就是将军西 有将军东 当然有将军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 买的东西 这里有盖顶灯 如果那些简简单单 需要收拾一收的东西 不用去到很远买 这里也不错 而且在广东来说 製造业其实不差 不要以为质量很差 不是不是 再来这里有电器市场 今天就不进去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音乐 还有都是临街铺 会旺些 这里更劲 卖那些煤气炉 热水器都有 水壶的电饭煲 我经常都说 广州那些政府部门 是很低调的 你慢慢都想不到 市财政厅 是门面这么小 是躲在这里的 这就是我们广州人的性格 最重要是低调低调和低调 就在这种老街老巷里面的 这个将军西路 我会在附近走走 因为如果要过指航路 在这个方向过去 周围走走 这边 正前方大家都看到 其实那边过去 已经是解放中路 就算不来买 看下这些建筑物 都有特色 虽然是重新翻新的 但是都不落逐套 挺好的 这边就是卖 胃育设备 居多了 即是那些花灑 钢管 水喉 水喉 亦仍然俱全 最初我们没有见到幼儿园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以前就是将军东路小学 因为我亦有一个很要好 初中的时候很要好的书友 同学 都是在这里读书的 很多年了 我们由那时到现在 已经变成一个阿叔 现在真是一个阿叔 将军东这里 亦都历久尝身了很多年 说错了 先后说幼儿园 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不是先后那里 是近中山陆路 我们会在前边 往右转 一路过去紫航路 满足最后一位观众的愿望 他就是想知道 他在紫航路曾经住过的地方 现在是否有家装电梯 最初他就说错过门牌 但是因为我懒了 所以其实都未去 靠后过了无奈 他就重新更新了门牌 因为都比较近 在这里附近 我们现在就在隔时间 快点过去 中山陆路 在这里附近 我们经过淘街和江军东 很多这些小商品 小会议买 很多地铺 所以来到中山陆路 这边靠西门口 也是会有很多的 卖一下干货 茶叶 花旗心 又有 卖一下 褲 衣服 又有 又有 面店 这间我之前都上来试的 都是开了很多年 以前不是叫这个名字 后来换不了老板 不过都所谓的 以前是20年前 又或者一些 煲 一些干货 煲汤 鸟买的 这里有个中式快餐 亦都开了很多年 好像生意静谷 这里 可能是人家早上休息 继续往前行 前边还有一个很出名的餐厅 就叫做惠外鸡 众所周知 以前中山陆路 这里 其实叫惠外路 在这里可以买一些 日用品 鲍鱼刹 通刺粉 毛毛鞋 三架 因为这些 其实你不用买到很漂亮 粗用就可以 你不用买在很漂亮的地方 运过来 又或者拖鞋 书包仔 这些 在这里旁边有很多餐厅 这个又是新开的 接着又有一间 他们很多这些 都是短途租药的 买一点 洗衣袋 两元一个 再来 这里就是贸易职中的一部分 一过了贸易职中 就到这个 惠外鸡 惠外餐厅 他们的鸡是全熟的 如果是很不喜欢吃 很怕见到那些鸡 见红的观众 惠外鸡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还有早上有点心 但它就不是茶楼那种 就真的是点心 是有饭吃的 里面环境都挺大的 不是门面 这里一小部分 至于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去得到指寒路 如果在对面马路 还有一位观众 他的家族 旧居就在这里 吴义居就是52号 好像近期又有新活动搞 但我不记得大概是哪个位置 但总之找回52号就可以了 因为我看不见 看到了 这里是80号 应该是再往前一格的 这里又有很多这些花瓶 股管卖 其实你说是否很漂亮 说是你也不相信 但是放在家 过年的时候 挺优雅的 再来这里 进去就是贸易职中 我刚才说过 37中学 34中学 如果我没有记错 初中 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初中 这里应该是37中学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可能记错 往前走不远 就可以去得到海珠中路 再过多一格 见得到过了地铁站 往左转 就已经是指航路 再来还有这个 我又吃过的 又是好路自豪 阿姨 很大元旗那种 至于你说 那些味道是否好 商业化很精彩 又未至于 但是情怀居多 旁边还有借汁卖 这条街有很多食物 前面又有一间 是吃潮州鱼蛋粉 之前我都吃过了 是挺好的 在中山陆路 绝对不会令你失望 那些食物 如果你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还可以去到龙津东路 龙津东路是很长的 龙津路是很长的 但是如果你慢慢走 慢慢看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可以去到龙津西路 龙津西路就是游客最爱的地方 至于我先后说 吃潮州鱼蛋粉的就是这一档 有煲仔饭 但是我未吃过别人的煲仔饭 往前走就是海珠 应该不是海珠北的 总之怎样都好 往左转就是去得到 一德路海味街 大家来到这里 应该就可以 将我近期的影片连在一起来看 如果你要去北京路 不是 要去一德路海味街 在哪里出来 又想走一德路 不想去到便到 你可以从西门口地银站出来 然后经过海珠路 记住海珠路 不是海珠区 就往海珠南的方向走过去 就可以去得到 一德路买海味 至于右边就是海珠北路 应该是 没错 没错 海珠北路 之前有观众问过我 现在有一港车北上 究竟 广州的路好不好银 我可以跟大家说千万不要事 我在老城区 我很少会银车 我记得 车刚刚落地的时候 我曾经就银到这个位置 因为很多人踩电动自行车 又或者单车 我是撞到一个白白的 不过因为当时 车速是极慢极慢 其实亦都开不快 大家都看到 好像的士哥哥 开得这么慢 肯定是阿叔叔肯定没事 其实我更伤害他 我还撞到他的单车 然后我还刮回了 滴滴滴 阿叔当然是没事 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实如果银车在老城区的话 譬如我现在锁了一些地方 你找停车位又难 找到又贵 路又不要走 不如坐巴士 又或者打的士都行 在这里打的士是极容易 就算你不喜欢叫网约车 譬如在面前 这些网约车 也好 打的士 不要那么烦 我说狠点 不要那么蠢 银车到这里 银车到这里 是一个很蠢的安排 真的不好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真的银车来到广州的话 方村 方村找地铁站附近 找个地方停 几元 十几二十元一天那种 是的 有些还是室内的 五百元三百元一个月的那些 停一个月都是三百元那些 停下来才进来老城区玩 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案 广州不同 深圳 广州很多旧的东西 都是集中在附近的 比如好像我现在 附近有龙春路 又有北京路 又有光孝寺 光塔寺 林林种种 日德路 只是用脚走都不是走很远 似乎如果要在这里走到黄沙 都不是天荒夜谈 不可能的 不喜欢走前面 一个就是西门口地铁站一号线 坐几个地铁站又去到黄沙 没有必要铁站一号 观众又会说去天荒可不可以铁车 更加不好 那些路的车又多 人又多 这里起码那些车走得慢 天荒的车是铁得很快 千万不要考虑 反而我在深圳铁铁铁车 即是我已经被广州路锻炼得很厉害 我这些技术 去到深圳的摄位 没有人够我摄 没有讲百分之一百 大多数都不够我摄 一来别人是礼养我 二来他们真是没有我们广州人摄得这么厉害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技能 终于又来到紫航路 我们现在就快点去 看看子航路79号 是否有家庄电梯 我都已经不记得子航路79号 是近中山路这边 有时候是近后边 这里看到换排号码156号 换而言之应该是更近光塔路的方向 应该没有教错 在老城区又会有很多便利店 水果店、小食店 在老城区游玩 不需要驾车不要考虑驾车 例如像面前这些市政的停车位 超贵的 不要看到他们这样停着 很快便会走 这个位置是否贵的呢 我也不太记得了 贵的是很离谱的 这个应该不是贵的 不是贵的停车位 我们广州人都找不到 何况你香港人 我都说得这么狠 真的不要考虑 我们继续走 面前已经是子航路 118号、120号左右 观众要找的应该再往前走一点 我凭记忆好像是未有家庄的 因为子航路这边家庄电梯并不太多 另外如果是对的话应该会在对面马路 因为越秀区那些路 老城区那些路 很多门头卖 跳得很快 对面我看到是107号 应该再走前一点 近仙龙航 那里是否仙龙航 差不多了 去到再说 来到这里就是这一栋 经常经过的 张世平中衣门诊部 就是观众要找的地方 走近一点看看 它是1234号 都很高校 后面应该是住宅楼 这里已经变成中医诊疗所 之前有观众问过 如果想回来广州养生 开中药条理下 应该这个都不错 因为我未看过 先说清楚 因为它在这里开了很多年了 我都曾经有一两次经过的时候 就提及过它的 很多的 可能是一些大医院的 老中医自己走出来私人执业的 是政府批准的 是合法合规的 就是这样 楼上就是住宅楼 观众以前曾经在这里住过 住宅楼应该在右边 这个门口进去 应该是 转过来这边 如果一直往前走 就是先头我们经过的中山陆路 如果往左转 就是去人云桥高架 人云桥高架一路走一路走 就可以去得到文化公园的方向 至于转右光塔路 一路走就可以去回北京路 所以我就经常说 广州那些 很多值得旅游的地方 其实很集中 因为广州有古城 很多地方都是集中在一起 像上次我们的潮州 潮州都是古城 很多地方不是很分散 都是很集中的 对于游客来说 其实我认为这样是挺好的 你不是要好像 深圳那样坐九个字地铁 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如果在广州 坐九个字地铁 可能已经差不多 从广州南站到华人机场 差不多 那都需要一个小时 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 是多远一个距离 再在附近走一走一走 附近就是很多这些 又是文国风的建筑物 但没有骑楼的 曾经一段时间 广州建的建筑物 是没有骑楼的 因为我猜当时他们不想 有那么多外来的风格 我只能这样理解 好像面子一样 没有 但又是文国风的建筑物 如果一直走 就是施书路了 相信影片来到这里 亦是时候要结束 希望今天的影片 可以满足到各位观众 如果各位观众有 我想你拍摄的地方 就在我任何一条影片下留意 其实是这样的 我为何有时候分不到 因为有几种原因 第一 观众可能删除自己的留言 但其实我是没有记录下的 第二 我会在影片下 其实写一句说话 就叫做尽快安排 有时在手机上写 就会变成繁体字 在电脑写就简体字 有时 正是因为这样 就很容易搞错了 就忘记了 找不出来 如果你看不到我回复 你在我任何一条影片下方 再留言 再追我 像上一次天城路 各位观众那样 就可以了 好了 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like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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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